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歡迎大家好 巴小玉 今天我們要聊這個 不是我在說 巴小玉 不要帶手機進來 可以了 你等我一下 好 我留完 副評 副評 我前幾天買東西被店家氣到 我現在在幫他留副評 一心...好不好 一心 一心副評 對 你買了什麼東西要這樣子 那麼不滿意 前兩天我去信義區 買了一台平板 OK 現在的平板不是都有 那種臉部解鎖的功能嗎 對啊 我在店家的時候 店家幫我設定好臉部解鎖的功能 一切都非常的OK 我一回到家 臉部解鎖就壞了 這就是品質有問題嘛 有這種事 有 這應該是鬼故事了吧 結果那個愷服接鎖的回覆 讓我整個火山爆發 他毀了妳什麼啦 他說 這位小姐會不會是因為 你裝前裝後差別太大 平板認不出你的臉了 瞎屁 他怎麼可以這樣說你呢 對不對 太過分了 太誠實了 但他講的這個其實也不可能 你下次素顏去找那個店家 我素顏 重新設定 搞定 晚上回家就能操作 就能開機了 可是我剛剛才在人家店家 留意新負評耶 我再去同一家店 他們還願意幫我服務嗎 你放心啦 怎麼樣 你再去他們也認不出來啊 對不對 OK 他哪知道是同一個人 真的 八小月 陳哥 怎麼這樣講話 好的客數 好的客數除了 他可以幫一家公司做好 顧客的服務 穩固顧客跟消費者之間的信任 是 但是不好的客數服務啊 這一些反覆如果錯了 回覆錯了 反而會弄巧成熟 火上加油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幾個來賓 各個都有 令他們火上加油 火大到不行的客數經驗 歡迎 到底這些經驗 有多麼令人火冒三丈 歡迎他們出場 介紹第一位 呂文婉 文婉姐 歡迎 歡迎 宋哥 別的歡迎 楊晨熙 母子平安 母子平安 好 歡迎黃豪平 好 好 最後面一位 簡大為律師 歡迎 今天現場非常好 賀客迎門 你們今天的配色是麥當勞嗎 不是 我們再擦個綠色我們就紅綠燈 好不好 對 黃蓉 黃綠紅 好 第一個環節 此生 This live 再也不想遇到火冒三丈的 客數經驗 來啦 宋哥今天學院瘋耶 吃到收牙血 好難得喔 叫警察 在台灣嗎 在台灣 在台北市 因為現在台北市 不是流行吃那種 就是串串麻辣火鍋那種嗎 串串 就是那種什麼 重慶串串串 對 麻辣燙那種 對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吃到一家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還跟我媽講 我就說 走了走了 帶你去吃 因為我媽沒有吃過那種 我帶你去吃 總統統就十一個人就對了 這麼多 這麼多人吃串串 對啊 就想說熱鬧 然後吃火鍋這樣子 就是我媽在那邊 吃那個鴨血的時候 她就說 我跟妳講 妳吃吃看 妳就吃吃看囉 妳吃吃看 我就吃 但是因為 我吃不太出來什麼東西 因為麻辣味這麼重 酸掉跟沒有酸掉 我吃不出來 但我吃的時候 妳看看妳這孩子 我根本是嘴巴有問題嗎 然後但是你知道很神奇的是 他煮了一下子 那個酸味會越來越重 這個就奇怪了 對 因為我在吃的時候 連那個湯汁都有 臭酸的那一種味道 真的喔 臭酸的味道 然後我就在吃 不尋常了 妳覺得不尋常了 我媽就全 從頭到尾她都不敢動 我就還跟那個老闆 我就叫老闆 我就說不好意思 妳可不可以來一下 妳還小小聲的叫 對 我很小聲 我跟她說 你這個 鍋底 它已經酸掉了 它收掉了 然後她就說 不可能 這個應該不可能 每一個人的 就要吃就好啦 每一個人的口味不同 我就跟她講 我就說 你拿一個碗筷來 你吃吃看 好了 然後她就吃 然後就什麼話都沒有講 她就放著 然後她就到後面的廚房 大概過了一分鐘 她就端了一碗東西 然後跟一個勺子來 然後就開始把我勺子裡面的 那個鍋底全部撈掉 然後再加入新的壓血下來 然後我那時候 一看她這樣子操作 我想說 怎麼會是這樣子 因為你一整鍋在煮 可是那個湯是有問題的 怎麼會這樣啊 對 你就是一整鍋 你在後面廚房 你已經在煮了 那就代表我現在這一邊 現場所有的人 全部都是有問題的 對 但我現在還是小小聲跟你講 你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沒有啦 你就這樣子換掉 就沒事了 OK的 她還這樣跟我講 然後因為 因為我很介意的原因是 因為我媽之前她有胃癌 然後呢 我帶她出來吃東西 吃這個這麼刺激的東西 對 我要你吃得開心 你願意吃 因為她很瘦嘛 我要你願意吃這個東西 那你現在吃這個東西 它是壞掉 我怎麼可能 帶我媽出來吃壞掉的東西 我就有一點不高興了 我說我沒辦法接受耶 那要不然 我這個東西 我從頭到尾 我就只有夾鍋底 你那些串什麼 我只有拿 但我沒有加進去 那個鍋子裡面 那但是我都不要了 我就是要走了 然後老闆就起屁面 他就說 沒辦法喔 你們這一些東西 這樣子拿了 我也沒有辦法 再擺回冰箱了 那我就說 都要算錢 對 我就說 可是我都沒有動耶 你要算錢 問題是 我還沒找你算帳耶 你收掉的東西 你怎麼會這樣子弄呢 然後老闆就說 好啊 那所以你們現在就是 不付錢 就要走了 是這個原因嗎 然後就聲音有一點大了 然後其他人也在看 然後大家欺欺去說 你那個宋哥耶 要吃霸王餐什麼什麼 然後我結人又這麼大張這樣子 對 對 對 我沒有看過吃霸王餐長 這麼醒目的 對 要不要偷偷走啊 對 然後我看他大聲 我就也不高興了 我就說 那你還是你要 我再在這邊跟你講說 你的東西是壞掉的 那你覺得 你生意這樣子怎麼做下去呢 然後他們就說 沒有啦 你就是不付錢啊 要不然我現在就要叫警察 我說好 OK 你要叫你就叫 然後他可能大概也知道 他就是站不住腳 然後他就說 那要不然這樣子啦 你們至少也要付個清潔費吧 我說清潔費多少 一個人一百 你給我一千一 那我還不如付 一個人一百 不是算一個人十塊的那個 一個人拿十算 對啊 我媽為了就是 息事年了 她覺得說 算了 我們那麼多人 又有小孩 你又要等警察來 然後還要做筆錄 然後又要在那邊 你一言我一語的 我媽就說算啊 付他一千一就算了 我會把那些串 全部買回家 自己另外煮 就任陪到這裡 然後從此以後 我以前遇過類似的狀況是 我去吃那種壽司 回轉壽司 然後送過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眼睛定睛一看 料竟然在動 就上面有東西在動 然後仔細一看 就一隻小拇指大的蟑螂 在那邊爬爬爬爬 我當下 我女朋友當下尖叫 就叫了一聲之後 我說我就叫那個服務生 那個 你這個壽司上面有一隻蟑螂 他就馬上把它收走 然後換了一盤乾淨的過來 誰敢吃啊 也都沒有在講什麼東西 我最後 我其實也真的就是把 我們桌上那些 已經吃完了 就清一清 然後就趕快去結帳 結帳的時候他就幫我算 全部都是全額是剛剛好的 連同那一盤 就重新送上來那盤 連收走的那個 對 他就是換上新的那一盤 然後新的那盤有算在一起 然後我就想說 剛才這個有一隻蟑螂 我們這樣被嚇到 你們沒有任何一點表示嗎 他就說 難免 太扯了 我去吃餐廳 不會每一間都有蟑螂 蟑螂在上面爬 我們被嚇到 我本來也是想要發作 然後我女朋友那時候就講說 算...你藝人... 我說沒關係 我又還不紅 沒關係 我不行... 不行...你這樣忍住忍住 對 跟前女友在起來 都還不紅 然後我說不行... 他就把我拉住 然後好...那就吞下來這件事情 我有看到更誇張的 就是有一次我去郵輪 就很有名的郵輪上面 我就選了其中一家餐廳 然後去吃麵 然後就麵吃...吃到 差不多剩一點點的時候 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一個怪怪的東西 然後在那邊搓... 然後你們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我今天有帶照片來 一個圖丁 太誇張了 很顯的耶 那是送餐的那個 可能是標記什麼桌號的耶 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沒有看錯吧 是一個圖丁在裡面 還好我沒有就是咬起來 直接喝下去 要不然我真的已經送醫院 而且在海上 我還不知道送哪裡 太誇張了... 對 我就只有海葬了 他這人要怎麼處理啊 我當下我也被嚇到 我真的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就去跟餐廳的人員講 結果就是一個西裝筆挺的 主管就出來 他就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讓你們碰到這樣的狀況 態度非常好 然後但是他最後就說 那這樣子喔 您想吃什麼甜點的話 我們這裡有甜點棍 你可以選一個 你喜歡的甜點招待你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他的態度又很好 可是我又覺得 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把這個 吃下去的話 那不得了啊 長穿孔耶 長穿孔 他先餵長穔在長穿孔 對 真的那個很恐怖的 大維醫師說什麼 不是 要求那個蛋糕 過個金屬... 金屬太刺激 他說要求那個蛋糕 也過一下金屬太刺激 你想開玩笑 你在用你金油的聲音 開玩笑嗎 他用他金油的聲音 在開玩笑 這也是用心良苦啊 用盡... 那我講正經的好了... 你要講正經的 你講正經的 而且稍微大聲一點 大家都不要講話 就是喔 會被逮捕 會被逮捕 但是什麼是法律上的罷完餐呢 就是你在消費 你在買的時候 在點單的時候 就沒有要付錢了 如果是你有事後糾紛 導致了不付錢 那個警察不可以逮捕你 不可以 所以宋哥遇到那狀況 叫警察也沒用啦 警察只能怎麼樣 那如果你不要 對 如果你不付 那誰對誰錯 不是也有疑問嗎 那就是店家要去法院 告松哥才對 跟警察沒有關係 所以不要再害怕店家 用警察來威脅你的 這是不對的 比如說他是生魚片 然後他後來就請服務員說 我覺得生魚片那個 都沒有解凍好 就是太凍了 我不喜歡這個 然後我就不要付這個錢 這樣算霸王餐嗎 其實就是民視糾紛啦 因為他餐廳品質有爭議嘛 那這個案件就是要 進法院去處理 可是警察是不處理這種的 所以你為了一個餐 去進法院很難 像我有一個狀況 我覺得公眾人物相對弱勢 我如果遇到 我真的會選擇就算了 因為我有一次去醫院地下街 點了一個韓式的食鍋拌飯 我跟大家說 他來的是用一個那個 免洗的那個紙碗裝的 我告訴你 那你進去這樣喊他 還有鬼陰的 你懂嗎 這麼少是不是 這麼少啊 真的 我不騙你 就這樣薄薄的 你都會對著碗喊嗎 你看 碗碗... 大碗 還是小碗 大碗 小碗 料太少了吧 我真的不騙你 然後我叫了一個高麗菜 就是只有一口 一口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 不管我雖然吃不多 你說這醫院的地下街 對 然後我覺得 那會不會就是給病人吃的 因為量不能吃太多 不是 那個 病人也不能吃地下街的吧 沒有 很多家屬 病人的話會有那個啊 病房有餐嘛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不對啊 我就去反應 你知道嗎 我還被他小以大意 他說小姐 羞辱... 你幹嘛啊 這有客製話 每客人 我看人身材 我覺得你只能吃這樣子 沒有 然後一直跟他說 現在人都沒有吃那麼多啊 這是一點 然後再來你知不知道 現在物價都漲了 我們光是這個店面 租金就多少 然後還要請一些公讀的 工作人員 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遇到這個 你還要去爭取 他都講成這樣子 你會花那個工夫說 我要客訴 有消救 這個有用嗎 就當然是 如果一般消費者 有消費交分 就去市府申訴就可以了 但是好會講 法律上就是 所以如果真的遇到糾紛 我們還是會希望消費者 就是暫緩付款 或付一部分就好 讓店家來跟你要錢 而不是你事後 要去把錢討回來 這個超難 事後你付了就討不回來 很難討 不可能啊 我們點餐都先付的餐才來啊 所以像宋哥這件事情 他是可以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 比較好的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說跟他...警察如果來 就跟他說 這邊是有糾紛的 那我願意付啊 但是這個部分請他 直接去走民事法院 那我們這個警察 就不處理這個 先脫身比較重要啦 可是一般來講 例如說我們要去法院 可能就要付鑑車錢啊 或是... 對啊 這很麻煩 對方要告你啊 對方要付 對方要告你 對方要付成本啊 你是被告怕什麼 法律是保護被告的 對 沒錯 可是有些被告是不能被保護的 那法院保護完之後 還是會重懲他嘛 不一樣 如果被告真的有罪 他就得賠償 對 他會賠償 對 可是這... 我住的房子是五樓的三樓 所以呢 這個馬達是在頂樓 所以換句話說 它不是那種高樓大廈 所以可能那個太遠 然後你那個水壓不夠 其實基本上不會有 有這樣的狀況 對 應該不會 然後呢 我其實就是換了一個 新的馬達之後 然後呢 我就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每次大便都沖不下去 怎麼水壓這麼弱 所以呢 我就呢 還跟我女兒講說 你呢 現在媽媽上去樓頂 看那個馬達怎麼回事 因為剛換了也不可能有問題 然後呢 你這邊幫我開水 我來看馬達有沒有在運作 加壓馬達 對 然後我就打電話下來 我們就這樣操作喔 然後我就發現說不對 因為呢 有時候它 那換句話說 這個馬達是有問題的嘛 你們真的相信嗎 在現代的家庭裡面廁所 居然還有這個東西耶 還是需要的啦 摔子 那個東西我知道 有說水管線塞住啊 不是 因為一般其實現在 一般很少 我家還要有摔子 因為那一陣子的關係 我就必須要用摔子 去把那個弄下去 好 你說那個東西叫做摔子 摔子 真的... 黃老師教的那個 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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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人知道啦 這節目可以報金鐘啦 好不好 一字千七 你真的覺得 他不叫做馬桶熙 不是... 摔子 有專有名詞 摔子 好的 那這時候呢 確定這個馬達有問題 時動時不動 我當然就打電話給那個師父 我當然我那時候其實最主要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師父 所以我是透過朋友 然後呢 告訴我說這個師父呢 二三十年 應該講說滿有信用的 你就找他 然後後來就等了 也等了一個多禮拜 他終於來了 那那一天剛剛好 我家裡面有另外一個師父 他在幫我處理那個 大理石的地板在保養好 那反正那個師父就來了 然後呢 上去看了一看之後 下來跟我講說 沒有 我覺得 我說什麼叫做我們家 大樓的電壓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是我可能 家裡面的冰箱 各個方方面面什麼 我都不能用啊 不可能啊 怎麼會只有這個馬桶的狀況 特別特別的嚴重 那就是水壓嘛 他說 光好幾年做這個 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是你們自己電壓有問題 然後 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家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師父嗎 對 連他都聽不下去 他說 你不要這樣 你騙人家 女生不懂 這個跟電壓沒有關係 就是你的馬桶有問題嘛 我跟大家講喔 其實一個馬達 它的壽命不可能 我那時候換 其實大概半年而已 然後 對 才半年 一般好幾年嘛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正常的 他先這樣跟我講 我真的這個整個 就整個火就起來了 我覺得我才半年 我花這麼多錢 一萬塊去弄了一個馬達 然後讓我每天大便衝不下去 這怎麼回事 然後你還 誰受得了 對 每天衝不下去 那你隔天怎麼辦啊 沒有 就是我要用盡辦法 自己用馬桶這樣衝啊 用這個啊 後來講到我整個 就很火大 然後他最後呢 就拋下了一句話 他居然跟我講說 你去看 馬達上面有總公司的電話 人就走了耶 本來是他幫你裝的 其實因為他幫我裝 而且當時跟我講說 既舊保固兩年 我都記憶猶新 後來居然跟我講說 沒有啦 這種東西 很難講啦 客訴界的傳說 客訴反變張老師 結果側過來 約人這樣過來... 我就招了手 他沒有停 他就直直過去 說我要客訴 那個車子過戰不停 他說 真的很不好意思耶 我跟你講 我有時候 搭公車啊 也會遇到這種狀況啊 好像我才是那個客訴啊 沒有客訴到 當時跟我講說 既舊保固兩年 我都記憶猶新 後來居然跟我講說 沒有啦 這種東西 很難講啦 說壞就壞啦 後來怎麼處理 你真打電話啦 我後來就決定 痛定失痛 就換了一個 一個那個水電行 換了新的馬 那個馬達 就沒事了 就好啦 就是馬達的問題嘛 我就自己吞了 不然妳這個 妳要怎麼處理 真的 是不是跟我一樣 因為在保固範圍 我只有打總公司 服務電話 沒有...這個東西 不打總公司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剛剛文婉姐說 是那個師傅幫他裝的嘛 對不對 我們這種裝東西 有分兩種 一種是包工包料 一種是包工不包料 他是包工包料那一種 那那個師傅 就必須對他帶來的料負責 所以對啦 總公司要負責 但他要負責的對象是師傅 要對你負責的對象 也是師傅 所以你應該請師傅 那邊把他修好 或去跟總公司協調 換一個馬達動 這個師傅不理啦 對啊 他擺爛耶 法律上應該這樣做嘛 如果他真的不做 你就去告他 遷取他 而且我跟他講 如果以後你們大家要換馬達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上面的標示 因為就是朋友介紹 我非常的信賴 所以後來其實誠哥講得對 我也曾經試圖說 我去找總公司啊 我發現上面沒有日期 沒有日期 所以你如果跟他講說 他到底出場幾年幾月幾日 你完全不知道 什麼還二手的耶 對 我覺得二手的 對 搞不好喔 對 太壞耶 太壞耶 我遇到的狀況是 我就算打電話也沒有用 打電話就是 搭公車的故事 過站不停 超火大 升氣客速 背畫術 對 因為我真的是 演藝圈非常少有 就是常常搭公車的一個代表 公車跟捷運 然後有一次晚上工作比較晚 就九點多 那個時候呢 計程車叫叫要不到 我說好 那我搭個公車好了 我算好時間 一趟這樣過來 應該是可以準時到達 沒問題 就在內湖某個地方搭車 結果車子過來 原來這樣過來 我就招了手 他沒有停 他就直直過去 好 頭也不回了 所以就這樣走了 我想說 我錯過這班 我馬上看那個 對啊 我在那邊看 他那個手機 對啊 手機有那個什麼 那個等公車 下一班的資訊 對 下一班 二十分鐘 我就要趕快跟經紀人說 不好意思 我會遲到 因為我就叫不到計程車 然後公車又走 然後經紀人就罵我 說你這個時間怎麼這樣子 你這樣會讓大家都要等你 我說 沒辦法 我真的必須要再多等二十分鐘 然後講完之後我就樂氣 我覺得這口氣我過不去 我就趕快看那個站牌上面 都有那個公司的 某某客運的服務電話 打電話過去是一個阿姨 聲音聽起來滿親切的 她就講說 你好 某某客運 你好 怎麼了嗎 我就說 那個車子過站不停 她說 真的很不好意思耶 對啊 我在那邊等我待 還有二十分鐘什麼的 然後我講講講 我罵到一半 那阿姨就突然講說 不好意思先生 請問一下喔 我說 我不是學生 你聲音聽起來很年輕耶 你知道 什麼東西啊 那給我開個視窗啦 交流中心 她講完 我還有一點點害羞 說謝謝 被撩了 對 然後她又講說 對啊 因為我剛剛想說 學生怎麼會九點多年 他在那邊搭公車 要工作什麼的 我說 不是 我就工作很辛苦 我就趕快把話題拉回來 就是到這個時間點 然後我錯過這一半 我要等二十分鐘 你們要怎麼負責 她說 這真的是很過分 我跟你講 我有時候搭公車啊 我也會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公司的客運 他開始說 五分鐘之後 我說不行 我等公車這件事情 時間成本真的太高 他會講說 先生 你現在是 在公車站等嗎 我說對啊 要不然呢 因為現在天氣滿冷的 你回家要喝薑茶 什麼啦 你知道薑茶 他怎麼可以一直磨胡椒點啊 他就一直在講 薑茶 我也興趣也其實聽得起來了 薑茶 什麼薑茶 他說你去中藥行 要抓什麼什麼 尤其是這個天氣啊 很冷啊 怎樣 然後就聽到他講講講 可是不好意思 阿姨那個不好意思 我可能真的還是要 報一下車號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過戰不能過分 對 我也覺得過分 但是我們人生很多事情 因為為了這件事情 那樣的耗這麼久 但沒關係你慢慢講 我慢慢聽 然後我準備要講的時候 時間過十五 快二十分鐘了 我的車來了 然後我說阿姨 那個我車子來了 我車子來了 我先上車 好 你先上車 你先上車 不耽誤你喔 謝謝 謝謝 拜拜 然後掛到 是沒有客訴到 我上了車才意識到 我沒有客訴到耶 那個阿姨就是 那個阿姨就是 表什麼意思 表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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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都很常 也覺得阿姨很強 很會聊 因為客訴 就是讓你 發泣情緒的地方 那你還好嗎 那這部分我會幫你 轉告總公司 這個沒有問題 那總公司知不知道 其實不知道 其實客訴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沒有東西可以求償 對 公司確實犯的錯 那他們這邊內部 可能會對公司做... 公司司機做出懲處 沒有錯 可是這跟你無關 我也不會知道 你也不用知道 因為就算公司司機被處罪 所以我又打了一個電話 卸了一個份 卸了一個...就把這個... 卸了一個就沒了 我才說那個阿姨 借力使力 這功夫高強 你知道嗎 表帥 真的 我覺得阿姨真的很強 表帥 他減少了一個 你去消機會 或是消保處那邊 對 那這樣子就是最好的客訴 你們是不是都有訓練 因為我也曾經搭過計程車 然後突然間才走沒有一公里 突然間那個司機就停下來說 你下車 我說 我下車 而且那時候真的是 那個下班時間 車水馬龍 你要叫車真的很難 然後我就待著看著他 我為什麼要下車 你下車 然後我就這樣 你很急 那我不急嗎 可是他硬生生大 然後他就是停下來 他就不走了 然後我當然就很氣啊 我就打到五五叉叭叭叭 我就... 不只贏了一個字 其他清清楚楚的 沒有其他的啦 五五 五五他怎麼會去叉叭叭叭 沒有 叉叭叭叭叭 我就客訴啊 我說這樣子其實 對我產生很大的困擾 而且太不禮貌了 莫名就是很不明不白 後來也是那個客訴 也是跟我講說 其實喔 他最近狀況不是很好 人都有三級 然後他可能呢 最近家裡有一些狀況 那小姐 你這個可不可以體諒一下 那重點是 他有收你錢嗎 他如果收你錢的話 我們退給你 他有收你錢嗎 講到這句話 我就... 那個雅然 心就軟了 因為他沒有收我錢啊 我真的太不應該申訴了 我太抱歉了 你幫我跟他安慰他一下 你怎麼需要我幫忙 你再告訴我啊 有沒有帳戶 我跟他會款 幫助他 就是這句話 我被打一臂之力 我嘴巴被堵住了 出國計畫被打亂 竟然客訴都擺爛 要去搭飛機不到24小時喔 就收到了一個 一個通知 這個 我說蛤 航空公司 他就說 我們現在沒有人 可以幫你處理這件事 這個太離譜了 那我這個就是 三流的客服人員 我就是這個 就最近了 旅遊班機被取消 然後客訴過程 超艱辛喔 對 大概在去年六七月的時候 我在看一個影集 然後它叫閃妖杜拜 然後我看了之後就說 我好想要去杜拜喔 我要從現在開始計畫 我今年就是要去那裡跨年這樣 好棒 對 然後我就開始上網 就是做功課啊 然後買機票 然後那時候買機票 因為大概半年前買機票 機票都還算便宜喔 然後它那時候有 經濟艙 豪金艙跟商務艙 然後我就選了一個 中間的豪金艙 我就給它買下去 然後買了兩張這樣子 是 但是在前一天 要去搭飛機 不到24小時喔 就是我隔天可能 十一點 一定要到機場 我前一天的晚上 十點多的時候 就收到了一個 一個通知 還是mail 那萬一你沒看怎麼辦 對 這個是重點喔 它通知了什麼呢 看了心情也不好看了 就寫說 反正是一些內部的原因 所以你明天去杜拜的機票 這個行程被取消了 蛤 搭機取收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買的機票 它是兩段式的 它就是 它雖然是從桃園到杜拜 可是我在香港要轉機 那它就說 好 我從台北到香港 香港這一段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香港到杜拜那一段 是那個航班是被取消的 之後他們有做什麼處理的話 會再通知我 那我就想說 像你在香港等是不是 不是 我就也不知道 這個太沒安全感了 太晚了 我超沒安全感 我那個晚上完全沒睡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會怎麼樣 怎麼睡得著 對 那我就忍... 到我隔天就是去 淘機的時候 我就Check in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碰到了這樣的問題 那請問你們後來 有做什麼處理嗎 然後他那時候櫃台人員 就才幫我查 然後查了就說 已經幫你就是 找到另外一個航班 然後別加航空公司的航班 然後這個航班的時間 會比你原來那一班飛機 就是要延遲幾個小時這樣子 然後那我就說 那應該也是豪金艙吧 沒有喔 因為他們的航空公司 沒有豪金艙這個選項 只有經濟艙跟商務艙 對 沒有那個艙等啦 那可是我買的是豪金艙耶 價格差那麼多喔 價格差了兩倍 這太離譜了 這個太離譜了 我說我用了兩倍價錢 買了經濟艙 是不是要做一些處理啊 對啊 退差價之類的 然後他客服那時候就是 櫃台人員就跟我講說 他們沒有辦法 幫我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要我去 香港那裡 再跟那邊反應 然後我就說 那我現在這樣子的話 我就完全不能做任何處理嗎 他就說 有 您要處理喔 你要趕快上網 填那個就是申訴的 就是表單什麼的 那我先上網好了 反正就是至少比較安心 我有做這個動作 到時候有什麼事情的話 我真的有做這個動作 對 有消費糾紛 然後我就好 就反正就是坐上飛機 然後飛到香港之後 然後我一下飛機 要去轉機的時候 我就趕快又去問了那個 他把我轉到那家航空公司 有沒有什麼方法這樣子 那那個航空公司就說 不好意思 因為也是 別家航空公司就是 對 把我們丟過去的 然後我就又回到 原來的航空公司去問 然後原來航空公司 他就說 不然我可以幫你打一通電話 看看有沒有別人 可以幫你處理這件事情 掛掉電話之後 他就突然跟我說 那我說那現在怎麼辦 他說那您可以上網 去就是申訴 就是跟台灣這邊 又回到原點了 我說我在台灣的時候 已經申訴過了 然後他就說 那妳就靜待 就是他怎麼回覆這樣子 然後一路到了杜拜 可是到了杜拜 那幾天 前幾天 我都一直很 很悶喔 覺得有一件事情放在那裡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 來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我買了兩倍 兩倍貴的經濟糖 然後我就查了那個就是 到底有沒有客服可以聯絡 在藏得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 好像有一支電話 我就想說打打看 通的時候 他是說這是國際電話 因為我那時候在杜拜 然後呢 國際電話就開始奇算 然後又轉來轉去 但前置就已經 十幾分鐘過去了 那個轉 有人接起來的時候 然後他就問我說 發生什麼情形 然後我就把...跟他講 後來他就說 好 那我幫你查詢一下 然後看看可以 有怎麼樣處理這個方式 然後結果他就 讓我聽那個 等待的那個音樂嘛 然後就這樣子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終於他又回來 我超怕被掛掉了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前面二十幾分鐘 都被浪費掉了 然後呢 他就說 確實是有這件事情 沒有錯 那請問你需要怎麼樣 幫你做處理呢 我就說我沒有要怎麼樣 怎麼樣要求什麼 獅子大開口的賠償 但是我覺得 至少要給我個交代之類的 那個差價或什麼 對...然後甚至是 因為我有聽到別人 就是別的部落客 還是什麼 他們有遇到同樣的狀況 然後其他航空公司 直接就發了一百五十美金 給他 然後再幫他升級長等 你沒有被善待啦 就這麼簡單 我只是要一個 合理的補償而已 然後跟處理方式 然後他就說 好的 那我來幫你 就是詢問看看 主管可以 做什麼樣的處理 電話費很多呢 第二通回來 真的是 讓我大爆發的一次 他給我一個 我聽過最荒謬 最荒謬的理由 他說 喂 楊小姐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們做了查詢 就是 您不是我們航空公司的會員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給你任何的補償 後來我就說 我沒有聽過 這麼荒謬的理由 我不是你們會員 你就不用做任何補償 我今天是一個消費者 我就是花了兩倍的錢 買了一個經濟艙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好 那請問你的名字 是哪一個 就是我要記起來 因為我跟你的對話 我來電 來囉 按黑夜晨熙要來囉 對 進線一定都會有錄音吧 那你會願意對你今天 這樣的言論有所負責嗎 還是因為你剛剛跟我說 你有去問你的上司 然後他給你的回答 是叫你來回覆我 你要不要把你的 剛去問的那個上司 請他來跟我講 就是製造你 主管出來 我要採取法律行動的話 我就是對你主管 而不是對你 終於被我發現 他只是把我的電話 放在那裡 然後給我聽音樂 希望你會掛掉 這個真的 太準了 你看 對 然後 你真的是 對今天的感覺 他就是最後 他要把我的電話掛掉 他就說好 他一定會幫我處理 但是呢 上司可能在其他的部門 他要去做協調 所以要給他一點時間 然後呢 他會再 處理好會再 打回來給我這樣子 這時候我怎麼可能會相信 他還會再打給我 我說那你給我一個時間 今天幾點之前 弄到最後 因為我不肯掛電話嘛 可是感覺他的 他的宗旨就是很想 讓我趕快把這通電話掛掉 所以他就 好 他就說 好 那今天就是可能 下班之前會打給我 不管有沒有任何的結果 然後結果後來到他講的時間 所以他等於騙了我三次 是 婚姻也會有消救 男女見解差很大 我從婚有社 媒合了一段婚姻 結果竟然結婚一星期 就離婚了 我可以拒絕付款 婚姻有保固嗎 那男生都要抓抓抓 SoMate SoMate 靈魂伴侶 哪有 妳用高聲 不 不 連環泡才會聽到 好可怕 到他講的時間 那也沒有再打來 所以他等於騙了我三次 三次耶 然後呢 後來我就覺得很生氣 我就又在想要 打電話進去的時候 就整天都浪費了 對 我就發現 滑不來 你懂嗎 蔣果冬 有 這樣的旅遊根本滑不來 我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還有跟那個公車阿姨 一聊到天 我還知道薑茶那個配方 對啊 還激動你 真的沒有耶 我就說 她的手法比較拙戀 她沒有被訓練好 這個太離譜了 然後 對 也沒回電話 怎麼這樣 結果最後 最後是不是 我就覺得說 好 我要把這麼生氣的事情 這麼荒謬的事情 然後寫在我的FB上面 然後結果呢 一寫出來 果然就是真的有新聞 就來問了嘛 高神就有關注了吧 就我後來有一天 在杜拜逛街的時候 就有一通電話 電話 你真的杜拜在這裡 處理你這個事情 天啊 好掃興喔 我在杜拜店裡面 逛街的時候 我又開始就是 在接這通電話 而且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說也是一通 國際電話 然後我早就一接起來 就因為要付錢 要收容付費 然後我想說 要不要接啊 然後我想說算了 趕快先接起來 快速的把它結束掉 然後他就說 那他是算是有點主管級的 然後他會跟進這件事情 他們最後協議的方式 是用 我能夠聽一聽完 氣到我不想看杜拜旅遊照片 我想看 不容易吧 看一眼啦 可能都是他講電話的畫面 他根本沒有在哭 你看他都笑不出來 你根本真的笑不出來 我叫埃及驗貨 你看 這是帆船飯店 帆船飯店 對 我去那邊喝茶 但沒辦法住 因為他現在要價是 跨年期間的話 太熱門了 就沒辦法住 我住不下去 一個碗十萬 對 配淡季的時候 是差不多四碗 這個就是 跨年的時候 在哈里發塔那邊 完全可以看得到 哈里發塔一樣 還是有笑啦 在後面那一隻 你笑得也是很配合耶 我現在開車看的手機嗎 這是一個不笑的不笑耶 你真的好煩喔 說真的假的 你很會拍照耶 你真的很會拍照 大直升機耶 我看整個動漫 好美喔 對啊 坐直升機就對了啦 你上面那訊號 比較清楚嘛對不對 離位心靜一點 旅遊對台灣來講很重要 對 台灣這個島 除了國旅盛行之外 其實大家有機會 都想往外走 是的 我們這樣好不好 消費的爭議 常常都會發生 今天又聊客宿這件事情 我們也需要累積一些 對的觀念 當然 很重要 我們今天就比三題 好 成績最高的人 我們送到五百塊錢紅包 好 紅包 拼著 寶玉腸子大考驗 消費客數篇 五百 五百 玉教娛樂也是這個節目 重要的宗旨啊 是的 我們希望能透過這個觀念 把大家消費的嘗試拿起來 第一題 法律常識大考驗 店家還沒開始炒的菜 我可以取消點單嗎 他還沒有炒喔 還沒炒喔 還沒炒喔 我取消 好不好 那個公保雞丁 我先不要了 我們吃不下了 你做了嗎...還沒做 好不好 請選擇 這邊是不行 那邊是可以 這邊是不行 那邊是可以 可以啊 我做不好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你已經點餐 他已經入單了 雖然他還沒有開始炒 可是你們已經認定 這個買賣事實了 對啊 認定買賣事實 楊果冬 就是已經點了 然後他的系統裡面 就是有這套菜了嘛 那你怎麼可能 你就是跑到廚房去 跟他確認說 你炒了沒 你說得很有道理 問題有三位認為 他其實是可以退 為什麼 我們網路購物可能 東西還沒送來 我也是可以取消啊 可以嗎 對啊 我也曾經 他還沒出貨 我也曾經啊 後來點一點覺得說 好像太多了 兩個人 那我可不可以取消掉一項 對啊 這就是大家應該都有做過 餐廳裡面喔 在餐廳裡面 你住到那邊點完菜 他剛送單回來 那個我不要 我們有人不來了 對 可以 不行 可以 我覺得可以 好 我覺得可以啊 請 過目答案 不能取消 不要 對 剛剛 剛剛黃好平說的那個狀況 是只有網購才可以退貨 一般店家 你只要點單下去 那個契約就成立了嘛 那買了就要付錢 你吃不完可以選擇打包啊 對不對 你不可以退 但為什麼很多店家都可以 他的善意啦 因為他沒有損失 因為他沒有損失 然後他不想跟你計較 然後你可能是我們熟客人 或好客人 對不對 你這次不點下次也會點 就像你去訂位了 你都已經訂了 然後人家也備料了 他還沒有炒 但你突然取消 那他的成本也 沒有 這樣翻說 這個狀況還有另外一件事 那可能真的要賠了 因為你已經特別為他 去準備那些材料 那如果因此沒有來 那這時候店家是可以求償的 但一般來說 在正常熱炒店裡面 我們是不可以退貨的 所以點菜基本上就是 訂定契約 對 是這個概念 以後要 就是你不能得了便宜還賣過來 對啦 保力上是不行的啦 恭喜這兩位女星 謝謝 來 請準備 準備進行 第二題 對啊 這 第二題 題目是 我從婚友社 媒合了一段婚姻 結果竟然結婚一星期 就離婚了 這什麼也太過例了吧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拒絕付款 看得清楚喔 請選擇 這邊是不能 這邊是可以 我能不能 你拒絕 你拒絕 那我拒絕 為什麼 不是 我這樣才有辦法跟你們 拉開差距啊 印象思考 我可以拒絕付款 你今天就是保證這個婚姻的 品質過來 我們就是...你說我們是 然後現在一個星期 我們就離婚了 到保險好些 哪有保護啦 沒有保護 保護 保護 你怎麼連環泡才會聽到呢 連環泡泡才會聽到 你住誰 為什麼這時候會出現把布 七日見賞期迷思 竟然現場吵成一團 現場買的東西是沒有 七日見賞期 頂多讓你可以換貨 你怎麼可能讓你退 買房子都可以有七日見賞期 你買房子 你買房子 你買房子可以在那邊退的 不知道他買哪兒 我滿厲害的 每天都可以 他還有人家包生兒子的 都讓你們結婚了 夫妻之間你們自己要去相處嘛 關婚有色什麼事情 你們也公開了疑似 而且也行了夫妻之詞 我們很想要一起吃 而且那跟剛剛上一題一樣啊 你就是已經 買賣契約成立了 那就是... 他又沒有講說有保固 婚姻有保固嗎 那男人到底有沒有辦法 你們一定有問題 是不是 答案是... 答案是... 可以拒絕付款 真的 這是什麼 可以 可以 太意思了 不行 沒有道理吧 婚姻確實沒有保固沒有錯啦 那一般都不能拒絕付款 但是婚有色很特別 竟然 我們特別規定說 婚有色就這種沒人業 對 他的紅報就是他的報酬 是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付錢OK 可是如果你客戶賴皮不付錢了 婚有色告你 他一定輸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 違反善良風俗啦 違反善良風俗 什麼啊 對 因為這個...你要知道 這個民法是民國十九年就成立了 那時候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沒人帶童養息來 然後強迫買賣 所以很古老的法律啦 沒人的報酬 不可以硬拿 就像平衡觀點一樣喔 就是你只要進法院去告 客戶賴皮 婚有色就是會輸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婚有色會先開 所以他很多都會先付款的原因 在這 這邊講的是拒絕付款 他賴皮喔 如果後面才要收錢 收不到那是婚有色自己的事 好特別 這是拒絕付款 第三題 真的是 路邊填問卷推銷 被拉進旁邊店裡買的商品 能不能主張七日賤賞期 要求推廢 請選擇 哪邊是可以啊 你要去哪裡 這邊不能 我以前有線 那邊可以推廢 你現在應該是 你還在那裡 可以他在那裡 他會有人耶 我就是買東西 現在才有七日賤賞期 哪有 可是你賤賞 我看你的表情 我已經算是網路可以 我都以為 那個家好像沒有喔 有吧 買房子都可以有七日賤賞期 你買房子 你買房子 可以在那邊退的 好 冷靜 冷靜 不知道他買哪兒了 滿厲害的 來 好毛病 因為我真的實際有在那種 電子那個3C賣場買過東西 然後他就說 你現場買的東西 是沒有七日賤賞期的 如果你是在網路上面 還可以退 但現場是不行 我當時就硬生生吞了一台 我不好用的 現場不行 大宇 我也是 因為在現場買的 就沒有所謂七日賤賞期這個東西 除非機器有壞掉 就算前面寫了什麼 路邊 填溫圈 這些都是先不要看那個 你就是在現場買的 而且他沒有退廢這件事情 你如果覺得有問題的話 你能頂多 你怎麼可能讓你退廢 這件事情 是沒有的 在店家不可能 只有網路才有這樣 前面那一些都是拔菇的 對 不是拔菇 或者是購物台之類的 才有 你聽那個拔菇特別喜歡 因為有回憶殺 你知道嗎 蠻復古的 聽那個拔菇兩個字以後 人就怪怪的 拔菇哪是這樣的 對 就是唢娜 聽你講的消消把娜 可是這樣一定會有爭議啊 反正 他一個人選那邊 反正在發育指引不輸 對 如果讓他那個贏了 就是你跟兩個並列了 對吧 答案是 我覺得大家的法律觀念都很好 但是通通答錯 只有 對 對 對 沒錯 可以要求退費啊 沒錯 不會吧 對 我們通常講的七日見賞期 都是在網路 或電話 通訊 面具 實體店家沒有七日見賞期 但是 行政院做出解釋了 他說這種狀況 跟突然看到商品一樣 就是你會嚇到 你沒有辦法 身私手裡才買下商品 所以特別規定 在路邊拉客的這種買東西方式 也跟網購一樣 有七日見賞期 原來是真的耶 真的不知道耶 真的不知道耶 不知道 所以誰 誰說這前面的兩行 兩行是拔布的 剛剛 我跟妳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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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妳講的 嗶嗶抱抱的 好 兩位最高分的 已經出來了 好帥耶 楊晨熙 巴鈺 中間就位 一百二百五 一人五百耶 楊晨熙 巴鈺 五百獎金 對 還更要更多一點 好厲害喔 恭喜... 標準消息會歷年處理過的 所有的客訴案件裡面 許多消費爭議都源自於 買賣雙方的各說各話 因此保留的客觀這個 客觀的證據很重要 哪些是客觀證據啊 你們消費的單據 發票 往來的信件 還有你的LINE的對話紀錄 這個很重要 這樣你遇到消費事件 有糾紛的時候 才能夠準確的還原 當時的買賣過程 捍衛消費者的權益 沒錯 希望大家呢 遇到問題的時候 都能逢兇話題 迎刃而解 祝福大家喔 女王大人 我們下次見 See you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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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懂得看 恭喜 訂閱未來正貢臺 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 女王大人囉